余思永青對談 今天在一個可以說比較上特殊的情況下 去做這一集節目 因為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想在我自己譬如一生人裏面 感覺上距離所謂的動盪 近期真的非常之感受很深 中美之間或者你說中港之間 大家的矛盾和衝突點都去到一個很高的點 施先生 現在人大之前宣佈了 立法會是可以說是一個直通車 立法會議員無論是上次被DQ那四位 都可以在不用宣誓的情況下繼續做下去 你覺得這個安排是怎樣 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之前有消息說 DQ了那些議員 既然不符合做議員的資格 亦都不符合現在去做議員 他最初是DQ他下一屆做議員的資格 都是剛剛才判的 當然你說這個是選舉 選人去決定他選不選得下一屆 這個選舉主人做的判斷 之前他已經進去做 是另一回事 你剛才一開始說 中美的矛盾好像愈來愈激化 但在這個位置 有些人理解是否中方釋出一些善意 我認為這樣的機會都很大 因為如果他想著一不做二不休 他就純粹說這些人DQ 即是不可以再做 當然會有人反對 有人吵 每天都有這麼多事情在吵 不只要再吵多兩句 所以可以硬一點的話 因為之前我見香港一些建制派 都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能性存在而沒有做 建制派的說法就是 人大都沒有用到盡 即是他這次叫他做的 是選不到要延期的處理 就不是叫他研究這些人 可不可以續期 他是一個整體的安排 可以這樣理解 但另一方面 他的確沒有順手做這範圍 是否想釋出善意 你剛才說很緊張 這個世界很緊張很緊張 去到某些時候又會鬆弛一下 一辭一張 這個是共產黨處理鬥爭問題 一向的手段來的 我自己接觸 就是來到這一刻 無論美國方面 還是北京方面 都有個感覺 之前你下一步 他下一步連續走了幾步 再走下去 就真的會爆破 因為大陸叫鬥而不破 鬥而破了 以後難收 所以我自己看 來到這個位置 雙方都可能想休息 因為雙方都很傷 美國雖然是主動進攻的一方 很多措施是他提出來 他去做 大陸是回應的 但是他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自己都要賠賣代價 因為起碼和香港有很多正常的關係 沒有了 美國和香港做生意的商人 以前不是倒鐵 都是互利的 沒有了一些生意 對他都不好 所以去到某些位置 我相信美國也想停一停 中國也可能想停一停 所以這個是否一個訊號 接下來可能會緩和一下 因為眼睛睛 你看我一下 我看你一下 接著就不小心撞你一下 起爭 當是不小心 哇 你的地產代理在地盤打架都是這樣開始 你的地產代理打架形容中美 事實是這樣 你初初捱我 你捱我 如果我當你不小心就算數了 你是故意的 這麼大力 整個身都倒閉 我便鬆一下給你 如果這些位置不停下來 然後起腳 一個打 然後隔離幫忙便攪大了 有人出來要扯開 你看足球比賽 都有人出來扯開 這樣就緩和一下 我說現在就是緩和一下 如果不是你派衛生部長去台灣見一見 然後就 難道立刻就和台灣見交嗎 如果和台灣見交 然後到中美又斷交 然後就派軍隊去附近演習 這樣便會打 好像最近是不是美國防暴有官員去大陸訪問 其實大家都在計劃中 就說年尾 但是就 有人說已經去了 偷偷 談了電話 有些人有些消息是怎樣 但有些說特朗普聽了之後很生氣 說要炒那個人 做甚麼要去大陸 不是 聽完消息就未經證實 雙方面有談過電話 有談過電話 還有被美國電視台去訪問 武漢那個病毒研究所 我忘記甚麼名字 這些都是想緩和的做法 另外你之前楊潔篪寫了一篇文 寫一篇文 如果從我普通人看來 你不要自作多情 別人都說明整理 說明當你是敵人 你還去示好都沒用 但這個世界有時是一種政治姿態 即是說 北京可能來到這些位置 覺得大家緩和一下 不要一次過 由眼超超到埋牙 真的打過 跟著斑馬 不想朝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我認為 可能休息會鬆弛一下 如果你給予建議 你覺得泛民是否應該 即是錯直通車 還是反過來應該中辭 其實很簡單 都不是叫中辭 只不過是不做 加議會選舉 你就是接受建制 才參加議會選舉 議會選舉 建制已經有了框框 有了條例 如果基本上這個政府 如果完全沒有認受性 你不可以接受 你應該革命 就不是去走議會路線 你走得到議會路線 你基本上接受這個建制 如果你說這個建制 你無可接受 你便要組織革命 但如果你又去選舉 選舉 有些事情要玩一下 或者長玩 也不可以 即是你宣誓 你去侮辱基本法 侮辱國旗 它一定有制度去制行你 你參加了這個議會 基本上你是接受一國兩制 接受香港回歸 如果這些你都不接受 你在議會裏面 達不到你想達致的目標 最終你可能 要麼就不玩 要麼就被迫讓步 如果你說 不參加 接下來的會議 那到底是甚麼目的 都是一個姿態 但是姿態做完 有沒有實際呢 有沒有令到 之前我說 五項訴求很難達致的 那你是不是做完 會達致呢 你一定達致不到的 你長期為香港人去做一些 達致不到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是 反對派一定的定位 為香港在未來可見的將來 爭取到一些事情 爭取一些真正可以享用的事情 現在第一段的首次回歸 中方不想說 但我也是這麼說 基本上失敗了 失敗你才要搞第二次 怎樣失敗呢 就是你想爭取就爭取不到 你想令到香港人接受中國 而現在變成可能抗拒內地人 不是他想達到的 他想是相對和諧 為什麼那麼多事情不變呢 想和諧 但是沒有和諧 會變成鬥爭 鬥爭越來越劇烈 他便被迫要檢討原有的制度 檢討的結果 是放多些呢 還是鬆多些呢 因為收緊了 現在看來是進一步收緊的 那你有沒有辦法令到中方 減少這種收緊呢 令到中方覺得收到這裏已經夠了 香港仍可以有相對多的自主空間 要他看到走到他才會 如果你只是證明一個兩制失敗 那他便走過另一套的一個兩制 所以我覺得反對派定位一定是 要令到香港真真正正有所得 這樣才可以長遠發展 好啊 這一節和施生談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再談